林青豪在第一圈取得199分 以10分之差擊敗了印度沙達 他在第二圈贏了香港的雷前紅 贏了11分 他當時取得267分 至於印尼球手拉利桑在第一圈 贏了另一位印尼球手伊斯林 當時拉利桑取得266分 對手234分 至於拉利桑在第二圈贏了菲律賓的蔡龍金 今年34歲的林青豪 這兩位球手打法有點不同 林青豪是打力量型的 他打的線路通常會由站左一點 然後拋向右邊等球再回回 拉利桑是打得比較準確 不是說他沒有力量 但是他的準成度是他的優點 如果以今次在南亞會的球場得分比較 阿拉利桑在第一圈贏了266分 比起對手較為好 林青豪 上兩圈兩場是199和267 林青豪比較好 多一分 266對267 好 現在他們兩位球手都在試兩條球道 不過這次男子選手進來四強 其實四個都是敬人 除了沙特阿拉是新的選手 19歲 三個其他 加為第三個就是香港的麥卓賓 全部都已經贏過世界的一些銜頭 沒錯 所以男子的比賽競爭比較激烈 如果相對來說 會不會就是林青豪和阿拉利桑這個較為接近 因為剛才看過兩位球員的歲數 一個34、一個37 都是經驗較為好一點的運動員 這場會不會緊很多 會的 其實這兩位球手和胡紹康是打過很多鋪頭 因為我年齡三個都差不多 對 差不多同一個批次的運動員 不過這次胡紹康就沒有機會對他們 因為胡紹康在第一圈 就輸了給香港的雷前紅 而雷前紅也是第二圈 就輸了給林青豪 其實雷前紅在第一圈 拿了259分 第二圈也拿了256分 只不過林青豪其實贏了11分 雷前紅本身其實是我們的青年隊球手 現在是升了上去正隊 就是成人隊 都可以在這次的賽事裡 開始認識到有些新的名字 是的 那他剛剛上個星期 也都入了Ti Cup 在澳門高開賽 連續兩個賽事都入到Ti Cup 看到泰國隊都請了外節的教練 都見到他們在未來的賽事裡都寄予厚望 就已經成功了 月薪和試賽道的程序就完成了 比賽很快會開始了 尤其是因為今年11月 在香港舉辦的世界男子禁標賽 所以其實東南亞的球手 會過來去打這個賽 因為將會在南華會舉辦 沒錯 看到首先打第一格的 就是泰國球手林青豪 好 十三 六版回來 很漂亮的尊重 入角非常漂亮 接著看看印尼的拉里桑 那拉里桑打的線道 應該那個轉置位都一樣 大概六版左右 但是他就會 站得柔一點 直一點 七版 回來了 一樣很漂亮 入角 第一格 兩位球手都打到全中 角有三十分 對 男子球手他們會多做一點力量 即力量 即力量在球上 所以撞偏的時候 其實聽到聽趣很多的聲音 真的會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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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那拉里桑覺得 左邊球道的片套 即是那些片套下來的時候 有一點點歪 那麼他要求重新再 再排過那些片套 在每一盤球 是容許可以有兩次的 但是不可以太多 如果你每次 其實可能根本是扔破中 是 因為這個情況 是真的很容易發生 還是純粹球員 其實可能自己的感覺上 不好而已 所以想換一換 好問題 他們只是有兩種的情況 有時候是真的看到 其實那些片套是歪了 但有時候 其實他想透一透氣 但真的歪了 他會看到嗎 對 因為他們自己練習練習得多 看得多就知道 那個角度太厚了 結果打了七支 看看能否保重到 拉里桑在第二格 剛才鏡頭有點阻礙 不是太能看到 看到究竟是否失誤 還是滑度其實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 七支保重 保重到就是拿17分 拉里桑 暫時47分 輪到林青浩打第二格 是的 林青浩剛才開球的時候 打了左邊球道 35號球道 現在將會第一次打 右邊球道 36號球道 很大隻 林青浩很大隻 他做很多健身的 是的 他打的線路 也會更近 13板 一模一樣 和之前那格完全一樣 非常穩定 是的 是 做了很多轉數 所以聽到很大聲 那個撞擊的聲音 暫時60分 林青浩 拉里桑就47 17分 林青浩,你看到他的球 是比較亮一點的 原因是他做很多轉數 不需要那麼多摩擦力 他就會用一個比較亮的球 讓球不會弄得太多 不會弄得太多 14板,埋住 入角 埋住了 這些情況 就是當他打得太過力量型的時候 內外出現有一次 如果你有失誤 這個犯錯 他會罰你 他給你這麼大的分評 所以其實你自己要去考慮 究竟在哪裡取得平衡 你要做多少力量下去 你想做多少穩定的打法 不過暫時拉里桑就很開心 因為剛才他也是打七支 我一支 這支 我保不住 結果總共打了八支 拿了八分,林青浩 虧了 原本第二架已經60分 現在剩下68分 即第三架 拉里桑的心裡 都暗暗開心 如果我是他 應該他會把握機會 如果他可以打到全中 就可以超前 是 真的打到全中 對 對,剛才他的第二架 在左邊的球道的時候 他的球是厚的 即是靠左邊 看看他有沒有做到挑戰 對 對 對 她的角度深了一點 就剩下了一枝狗 但幸好她有些印刷 有些印刷混合 就彈過來 但她左邊彈過來 有一個傳宗 107了,暫時拉利桑 林青豪暫時真的虧了保重 做不到保重 沒錯 看看她這球可否做得更好 14 打到傳中就追上盡 暫時她是98分 拉利桑是107 這個時間沒東西扔了 只是打傳中 對 當大家的水準那麼高 其實好像最基本一定要傳中 而且因為分高 你傳中可以有30分 一定要打多點傳中 就是向著這個目標進發 但怎樣可以不斷打傳中 其實首先你要非常集中 你要做好自己的動作 同時留意究竟球道有沒有變化 有變化 你下一球回來立刻要做一個挑戰 林青豪其實越來越退入 哎呀 頭那兩球就覺得她很穩定 但是現在開始慢慢失去穩定性 是 因為她是力量型球手 她要做穩定不容易 因為她會在 力量型球手其實是放球下去的球道 等於球的球自己走 但是力量型 她會在當球放的時候 她會加轉數下去 加轉數就不容易穩定 明白 剛剛打了七支而已 看看能否補得到 這次補得到 拿了17分 補得到就沒那麼傷 對了 如果拉利桑現在打到 傳中的話 就可以拋離二十二、二十三分 好 依然選擇直落 非常漂亮的角度 很明顯她的力量沒有那麼大 是啊 她用準成去打 但是似乎這條球道現在準成 是會好一點 她已經觸摸到這條球道 是的 暫時是137分 拉利桑 至於林青浩是115分 已經相差了22分 有很多年青人 學打保齡 尤其是男生 他們會想做很多轉數下去 就是拿很多拋 有型的,很威風 沒錯 現在波動也會動很多 但是在這套賽事 你看到 其實你不需要 波動真的會動很多 現在看了 拉利桑那些波 好像一出來 很柔的 很舒服的 但它就好像很乾淨 已經掃低了 沒錯 因為它夠準確 它每次入球一樣 就是這樣打完 第六角又打了全中 拉利桑現在是167分 林青浩失去穩定性 林青浩的技術要求 就好像多了很多東西 尤其是他是力量員球手 他很難叫他做少一點 通常他做多一點 容易一點 好,打開一點 有了 他做了一個調教 起碼要追近一點 第六角打的全中 林青浩現在是145分 拉利桑是167分 林青浩仍然雙方是22分差距 剛剛他的教練後面都有提醒他 左邊球道 因為剛才未打到全中 看看他有沒有做好調節 好,打開一點 十五八 打開一點 很漂亮的全中 這球已經算是克服了 對,現在兩邊球都打到全中 只剩下那幾格 看看能否發揮得到 因為剛才林青浩在第三格 都是打這球 當時保重不到拿八分 去到第五格就拿十七分 現在就打到全中 那拉利桑仍然領先 看看這球可否再打全中 繼續拋離 差了一點 不過仍然角度正確 即是大家都打到全中 仍然是22分差距 拉利桑領先 現在那個缺口是要拉利桑失 拉利桑連續打了五個全中 很厲害 挺難的 現在總共打了七格球 七球球 只是第二格的時候 拉利桑是保重的 全部都全中 那看看能否打到第六隻全中 連打第六隻全中 六板 真的有 可以證明穩定性 是真的可以幫到你很多 去到這個水平的運動員 其實各個的能力 都是有回合上下 真的比穩定性還要比穩定性 以及你的調節做得快 因為打到現在第七、第八格 這個時間 其實球隊會有變化 好 林青浩剛才兩邊球道都找到位 十三板 很漂亮的角度 雖然他不斷打全中 但仍然在追 因為拉利桑也是全中 對,因為也是全中 即是都是那22分差距 剩下兩格 對 看林青浩來說 沒辦法了 一定要打完兩個全中 是 希望拉利桑有一點失誤 那就可以有機會贏 左邊球道 剛才已經知道怎麼打 很漂亮 一找到感覺就好像… 很容易 我們叫做鎖住的感覺 他們的感覺 但很難鎖 因為你中間有間斷 對,所以訓練多了 有一個肌肉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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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林青浩 然後235,拉利桑就227 不過是相差一格球 那看看拉利桑現在能否打到 連打第七隻全中 這本球非常高分 對 對 對 有點誇張 發揮的穩定性 拉利桑 所以她為甚麼可以 伸進世界古軍 對 25年求靈 拉利桑 好 暫時257分了 林青浩就239分 大家都是完成了九格 剩下最後一格 對,那看看她打不打全組 好 贖阿智 但是贏了 她這裡應該是19分 還有她可以補充 是不是真的可以補充 那先看看 也有九成 證明我對她們很有信心 其實我也有 不過未完,不可以這麼說 沒問題… 弄得這麼驚險 在第十格也得到19分 276分 不然她要看一看林青浩 不過她贏了 因為林青浩現在打 全中都是265分而已 是 不過她照樣打球漂亮的 她已經知道怎麼打了 對,很漂亮 很棒 謝謝 小小可惜 就是她在第三格 其實是保重不了 不然的話 那個形勢就會較緊 不過這場非常高分 對 265分對276分 林青浩上一場都拿了267 現在就少了兩分 因為他真的有點失準 因為以這麼高水準的選手 其實保重不到的機會都不是很大 但他們高分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保重非常進階 他就是今天無端端失了一球 反而拉里桑結果真厲害 打了八個全中這一場球 因來拉里桑可以晉身決賽了